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妮一起看非洲 这段时间给那个中辉分析人母亲TASA拍了几期视频 粉丝们对她的关注度确实比较高 评论也多,调侃也多 今天的话也是专门给TASA拍的这个视频 但是估计让很多粉丝们失望 因为以后的话估计TASA会很少出现在我的视频当中了 所谓距离产生美,估计确实也是这样 离得太远就没什么交往,没什么了解,可有可无 但是离得太近,一些问题点或者是不良习惯就会暴露出来 长期相似的话可能就会接受不了 所以说距离产生美,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才是最合适的 之前对TASA的了解确实也是表面的一些了解 拍拍视频或者是给她展现一下 没有什么过多深入的接触 所以说粉丝们对她的印象都是特别好的 这段时间,接触过一段时间 感觉上确实一些问题暴露出来 到现在的话可能对她有点放弃的感觉吧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平时的要求太低或者是太随意 或者是底线比较低 但是也不知明我没有底线 一旦触碰到底线,自己还是会做一些决定的 粉丝们也不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的话,粉丝们在评论区可以下想一下 讨论一下,还是让TASA的那个美好形象保留在以前 其实我视频里面出现的人物也是不少的 看一下吧,像朱利·布瑞娜 睡个觉,艾斯玛就不用说 这段时间经常出镜了 然后就是保姆,Ewen,Morin这些机构 其他的出现的频率就低一点 或者是有的就是谈话一些 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缺点的 但是总的来说还算是大体可以接受的 比一般的人相对来说好一点的 才会长期出现在视频里面 像这些人物的话 我自己还是会甄别一下的 不是说为了出镜拍视频 随便的就让他们去长期的巴掌镜头的 还是要自己考核一下,衡量一下的 其实就担当对拍视频而言的话 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角色 有一个中国老公 还带着一个中国中会分学人 自带话题 况且原则还可以 符合大部分国人的审美观点 现在也逐步逐步适应出镜了 如果说再包装加工一下 是可以给视频带来很多流量的 但是熟悉我的粉丝也知道 我这个人就比较平淡 不是搞那种噱头 标新衣 靠拨眼球 吸引这个流量 主要还是平时生活的一些日常记录 平时正常的一些非洲展现 当然 这段时间确实也不会亏在他 就包装加工资一下 现在才5号 其实已经支付了他 这个月的全部工资 因为以前季老师说没钱没钱 日子给他来了有不少的 况且说实话 如果说真的 在一起经常拍视频出出镜 所以我想的话 比他做什么工作 估计都要多很多收入的 只是他自己的选择吧 他自己把握不住的话 那也怪不了别人的 今天的这个视频 估计很多粉丝们会很失望吧 反正知道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统一给大家说明一下 免得以后 很多粉丝又会在评论区里问 怎么老是不见踏踏出镜啊 在这里也就 提前给大家打预防针啊 中国进口的梨子啊 今天乔哥 专门叫水国家去市里面帮我拦过来的 过两天 刚好今天这个 痛风的药吃了 效果还是比较好 过两天都会痊愈了 之前跟乔哥相约 我们一起在区维多尼亚湖 就野钓鲁鱼 然后拿个小罩 现场烧烤鲁鱼 搞个野锤野餐啊 还是不错的 过两天大家都有空 可以去维多夫妮院搞一下这种 很有意思的啊 反正不知道粉丝们期不期待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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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